美国之前不是提出了 好在红海的部分呢 他要来保护大家 美国不断的放消息说 他们已经对胡塞控制区 发动了五次攻击 打击了三枚的反舰巡弋飞弹 然后还抓到了 胡塞有使用这个无人潜航器 就是所谓的这个水下无人机进行攻击 但是呢讲完之后 胡塞马上就打脸美国 再给他好看 2月19号英国的货轮红宝石号 在夜门遭到胡塞的飞弹击中 这一次就真的比较严重了 因为导致货轮上有22吨 极度危险的化肥 融入海水当中 据说呢船上的人 紧急的逃离这个船只 不只这样子 美国的一架死程无人机也被打了 也被打了 也被打下来了 所以美国直接在红海被啪啪打脸 对MQ-9的这个死程无人机 是造价非常昂贵的 然后而且它里面有很多宝贵的机密文件 不是文件 机密的一些 机密一些 技术在里面 那也被打下来了 所以这个对于胡塞组织来讲 都是战利品 我也好奇 是被胡塞捞走了吗 我觉得应该是 然后这个画面我还不确认 我只知道它被打下来 这是确认的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 本来美国否认 英国也否认 后来被证实了 那也就是英国的这个货轮 这个货轮确实被击中了 而且是被三美反舰导弹直接打到 直接打到以后 目前来讲 船员已经弃船跑走了 那这个船有可能会沉下去 如果沉下去的话 它会造成这个大范围的污染 这个对于美国英国来讲 真的是不好的消息 这代表什么 美国一直要说 你们要信任我 你们要相信我 我有能力确保这个红海的海洋通道安全 它一直是没有能力 而且美国现在好像做得越多 越让大家看到 美国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 英国也没有能力 而且英国最荒唐的地方在哪里 英国最荒唐的地方是在于 它希望中国大陆能帮帮忙 然后还说 我们的红海的航行自由 跟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是一样的 这简直是低智能的一个讲话 为什么说 我为什么会用低智能的讲话 其实台湾海峡 货柜轮 邮轮从这个地方行走 其实根本没有问题 现在是英国跟美国在吵的是 它的军舰 要到台湾海峡来横冲直撞 对 这个谁能容许啊 所以英国跟美国 那张嘴的所谓的自由航行 指的是它的军舰 可以到你的家里门口拿个刀子在那边毁来毁去 也就是美国人拿了一把刀 然后跑到你的家门口在那边毁来毁去 毁来毁去说我有在你家门口 毁到了自由跟权利 这个就是英国跟美国他们所谓的航行自由 其实这个都是鬼话 好重点是英国想叫请中国大陆帮忙 还给你扯上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 又给你扯上红海的航行自由 原因很简单中国大陆的船舰经过这个地方安全 欧洲的其实德国他们也相对安全 不安全的就两个国家加一个国家 两个国家就是英国跟美国加一个以色列 就是他们三个国家不安全 其他的俄罗斯也很安全 所以问题就在于英国跟美国 英国谁叫你要追随美国 然后在那边对于胡塞组织耀武扬威 以为你这样就能够让胡塞组织就害怕了 你越打他的肾上腺素分泌的越多 他越亢奋越激动他越兴奋 为什么因为他原本从一个小咖 名不见经传的一万多人的武装团体 现在变成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英雄 你把他打大的吗 是的没错 所以美国在这边做这些 本来都以为说我英国美国 还揪了这么多国家 我很大你要怕 结果没想到惹到了不会怕的胡塞武装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吗 很多西方媒体就一直觉得 新疆有事新疆一定有事 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 德国传出有一些企业 包括了大众汽车还有巴斯福 都担忧说新疆有强迫劳动 以及居留营的状况 然后还说目前呢 又在重新的审视这些营商环境 对此呢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19号记者会已经很明白的重申了 他说啊王毅就已经跟大家说了 而且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提到的 他说这就是一些政治势力在国际上 散布有关于新疆的谎言 我们来听原话 这些人编造涉疆谎言的目的 就是要搞乱新疆 进而阻止中国的发展振兴 是打着人权的幌子 在新疆制造强迫脱钩 强迫失业 强迫反平 这种图谋不会得逞 看哦从棉花到现在呢 已经目标到汽车产业 所以呢就代表美国现在怕了 美国在怕什么 美国就怕电动车 他追不上赶不及啊 我讲一下新疆的问题 我觉得美国他不希望新疆成功 因为他希望新疆一直贫穷落后 为什么因为如果新疆继续贫穷落后的话 那这样的话他就有条件有环境 在里面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然后再经由这些矛盾来制造事端 演变成为一种族群的冲突 再把它发展成为宗教性的冲突 然后再透过新疆的穆斯林 然后去连带动这个中亚地区的穆斯林 再用这个地方来带动中东地区的穆斯林 然后让国际恐怖主义里面来给中国造乱 农产品有一些石油天然气 但是主要还是来自于农产品 或者是畜牧的产品 但是那些东西通常都是价格比较低的 那么附加价值比较低的 可是中国大陆在新疆 因为他是进入中亚进入欧洲 进入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门户 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 中国大陆把一些太阳能板的工厂 光伏 还有光伏就是光伏企业的 还有汽车领料间的能板 汽车领料间的工厂都设在这个地方 设在这个地方使这个新疆 不但有农畜牧业 而且不要忘了 也在新疆发展出鱼业 鲑鱼就在那边发展 除了这个以外 那就工业的光伏 汽车等 也都在这个地方发展的时候 新疆的民众过的日子比以前更好 美国人跟欧洲人看不下去了 他们就炮制了一个 所谓的新疆的谎言 那因此他们对于你新疆出来的产品 都要进行打压 目的在哪里 就是要让你新疆继续贫穷跟落后 这样他就能够上下其手 的确欧美常常都会贴一些人权的标签 为的就是刚教授说的 让新疆走不出去 让新疆没办法发展 但是很抱歉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了 新疆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中国大陆的一带路多成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中国大陆的电池 为什么我们说以前 我们说到了名车豪车 那一定欧洲车居冠 但现在不一定咯 我们先来看一下比亚迪 你知道比亚迪很厉害 他的优势我们先来看 比亚迪他在去年的2023年第四季 他超越了特斯拉 成为全球最大电动车制造商 特斯拉明明跑在前 比亚迪在后 他为什么能超越呢 来优点这三项 第一他车型有够多 你要顶规的 你要国民车款他都有 甚至他还有坐电动巴士 纯电油电车都有 另外呢他的价格 甜甜价 人民币呢 10万到30万 抱歉10万我要下修了 因为呢今年有一个新款的 居然只要人民币多少 7.98万8万有找 再来比亚迪的优势就是 他的成本控制在自己的手上 75%的零组件 都是用大陆的供应商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 为什么比亚迪能够做出 这个国民车款 你知道吗 比亚迪的琴Plus 最便宜的这个车型 大家讨论到报 折合台币35.2万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啊 平常这个是买二手车 这个价格是让你买新车 买二手车 买二手的国民车 现在这个是新车比亚迪 这一台油电混合 其实我们在台湾 在台湾你如果要买一些 五年左右的 这些日系的 就是日系的这些二手车的话 其实大概就是这个价钱 就是说很便宜的价钱 我讲是五年以下的 那你要买这种新车 但是是日系的 大概就这个价钱 结果比亚迪是新车 对 不是二手车 这简直是 不过我们台湾人没有福气 对啊 因为民进党政府不让他进来 只有特斯拉可以选 没得选 对啊 所以特斯拉在台湾 就卖得很高啊 因为他知道你没得选啊 那我觉得这个民进党政府 剥夺我们台湾人的权益 真的是很要不得 这个简直是图利外国人 这简直是坏透了 但是在欧洲很尴尬 他们明明有得选 但是他们现在呢 却要设置很多的障碍 阻止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这个其实就是欧美人的惯性 就是说一套想做一套 为什么欧美人的惯性 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当他占有优势的时候 他就给你大谈自由贸易 他占有优势的时候 他一定会给你谈两个东西 一个是自由贸易 就是你不能有贸易的障碍壁垒 对 第二个给你大谈专利权 他每天给你谈专利 这个就是欧洲人 可是等到他输你的时候 第一个他不再给你谈自由贸易了 他跟你谈国家安全 这个剧本真的是看太多了 他就开始用国家安全的理由说 你这个不能进来 那个不能进来 第二个他闭口不再给你谈专利了 因为专利都在你手中 他都想办法去偷取 盗取你的专利 甚至无视你的专利的存在 这个就是欧美人的典型的性格 所以你要了解欧美人 你就了解他这两个性格就好 当他跟你大谈什么的时候 这代表他有优势 当他不再大谈什么的时候 他就代表他没有优势 同样一件事 那欧洲人他就 美国人也很清楚 你看比亚迪干脆不要美国市场 而且大陆的新能源汽车产销 是连续九年 全球第一 市占百分之六十 美国担心欧洲也很怕 但是也没办法 你看光是比亚迪海豹车款币 特斯拉中国制的Model 3 成本就便宜百分之十五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最主要就是因为 比亚迪掌控了这个电品的技术 宁德也掌控了电池的技术 是 电动车跟我们的内燃车不太一样 我们的内燃车他比较贵的 是他的发动机跟他的变速箱 那是比较贵的 他的成本比较高 占比比较高 电动车占比比较高的 成本比较贵的 是他的电品 对 所以他的专利都在电品 因为他牵涉到你的续电能力 还有就是你的电品的安全性 跟稳定度 你的供应电的稳定度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的续电要快 要长 里程要长 而这些基本上来讲 就是占这个车的最主要的一个成本 其他的空置板 空置板他本身还是需要电能 可是各位你想想看 所有的空置板里面 我们的电视 我们的电脑所能够用的 他基本上就移过去而已 好 所以电稳定快速 里程长续电长 这就是电动车的优势 那中国大陆在这部分 因为走对路 所以掌控有绝大部分的专利 掌控有绝大部分的技术 所以这一个车子 40%的成本 绝大部分 40%都是用在电池上面 而比亚迪能够自己生产电池 那你想想看 特斯拉自己做不到这一点 而且其实比亚迪也有付出 他们是政策走对了 他们全新专门发展新能源车 他们就放弃了燃油车的市场 所以比亚迪做到了 特斯拉做不到的 总统坐车开比亚迪 这一款真的一定会大卖 比亚迪其实接下来 他们要进攻的是海外市场 乌兹别克的电动车厂 预计今年开始交车 泰国厂7月 然后现在巴西 匈牙利 墨西哥的厂房 尤其墨西哥 直接就可以供应美国市场了 等一下带您来看 这条路看起来这么顺 美国当然会围堵 那现在王川福慷慨的把编号为 1000000 第1万辆的仰望U8 就送给乌兹别克的总统 很有面子 这个跟各位介绍一下 因为我刚好在 不会是刚好换车了吧 不是 因为我们台湾买不到比亚迪 也买不到那个除了特斯拉以外的电动车 欧洲也可以 可是因为欧洲的电动车真的不行 不能买 真的不行 CP值不高 对 CP值不高 尤其在电池的部分 对对对 目前来讲还不太适合买 好 我要讲的是我在大陆的经验 那时候去年10月 我跟我的内人 就是玉琴 我们去 现在可以用内人 或是老婆大人 所以那会不会被减精华 没有 我讲内人会被批评 我讲老婆大人会被肯定 我的领导那就会被赞美 所以您跟领导去 对 我跟我的领导玉琴大人 我们去武汉去 到了武汉的时候 BRD也邀请我们去参观 我们去了以后 我真的是可以体会到 为什么他们可以作为总统的坐车 因为总统的坐车规格一定不一样 第一个它要有时尚感 第二个它的这个质感一定要好 而中国的BRD 已经完全有 应该是奔驰 它的这种高档车 它的时尚车 高级车的DNA 那个大班已经做出来了 它完全 而且连最细微的地方 都全部都考虑到里面 而且所有的质感都非常之好 除了这个以外 它还有防弹的功能 对啊 防弹啊 因为你总统坐车还有安全 而且它不能够 那个不能够会抛锚 因为总统坐车 对 那你想想看 当中国大陆 赠送给乌兹别克斯坦的 共和国的总统 第一辆车的时候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会有很多国家的 他们也会采购 观望 会观望 然后很多的这些 这些有相当雄厚财力的 他为什么也不买一艘 买一辆这种高档车呢 对 而且还是电车 讲求环保的 所以的确 这也是一大突破 而且就是跑得比特斯拉还要快 而且刚讲到的有关于电池的部分 比亚迪的电池真的很强 刀片电池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特别要放出这张照片 我们叫我们小编 特别要抓出来 左边是刀片电池的实验 右边就是一般的三元锂电池 这个实验叫做刺针实验 就是拿一根针去刺那个电池 看会发生什么事 结果你知道吗 左边的刀片电池 你会看到没什么动静 但是温度稍微上升 大概60度 但是旁边的三元锂电池 就不一样了 直接就给你爆炸 起火温度上升到500度 这个就是安全性的问题 我们其实最怕的就是 离电池燃烧 对 电动车的车祸 前段时间不是有菲律宾 有一架飞机 然后有一个乘客 然后因为安全 他们也没有很仔细 就把那个充电器 对 对不对 我今天有看到这个新闻 带上飞机 然后他是坐在后座 后面 结果放在底下的时候 结果他燃烧起来了 对 各位想想看 后来赶快迫降在香港 各位想想 安全最重要 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电池走火 那你想想看 今天比亚迪告诉你说 我能够做出这个安全的电池 那就比什么都重要 他当然有更大的竞争力 对 所以呢 他现在从这个低价电池 制造厂出身 现在已经做到了 顶规世界第一的电池厂了 而且呢 这个刀片电池 他厉害的地方安全性高 而且他减少了这个稀有金属的 使用量代表呢 他的价格又可以压低 又有他的优势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选择